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火如荼的进行中 那时候你说要去啊 我们就在想说 怎么可能去得了 怎么可能进得去 然后你就默默的准备鸭子滑水 然后就真的竟然就成型了 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吗 分享一下为什么想去乌克兰 首先就是因为 恶物战争本来就是国际大使嘛 然后第二个就是 台湾也像乌克兰一样 有一个危险的邻居 所以我们本来就 有一个很相似的状况 那第三个我觉得 公共电视本来就是人民的电视台 作为一个新闻记者 本来就有责任到新闻现场 去采访报道 让人民知道 所以我在今年的三月 就是提出来 向知误人提出来这样子 三月提出 那你之前也想 可能想了更久 想了一阵子 那从三月提出 然后你是到差不多 九月底成型的嘛 那这中间啊 其实我们身为同事 就是看到你在做一些 准备的过程 其实也是蛮辛苦的 然后惠恩甚至还去上了一个 战地记者训练的课程 然后那时候回来跟我们报告啊 然后我听到他的报告 我真的有点吓到 就是说你要了解很多什么武器 怎么分类 然后怎么运用 然后要怎么准备后勤 然后甚至连急救都交 就是说你要怎么 如果不小心中弹了 要怎么帮自己包扎 然后要怎么求救 然后这个程序怎么样 惠恩你真的前面学了这么多 你事前到底做了哪些准备啊 其实那个本来就是 公共电视的一个 就是邀请国外的 相关的单位 来帮我们上的一个课程 也不是只有公式而已 又有其他的媒体这样子 那是因为国际媒体 他们很常在战地做采访嘛 所以他们本来就有 这样的一个机构 就是专门协助新闻记者 在战地采访工作 就是保护新闻记者的安全 然后帮新闻记者 呃 战前顾后这样 所以是有这样的一个 专门的组织团体这样 然后就请他们来上课 所以呃 蛮受用 但好在就是这一次出乌克兰 我们都是平平安安的 然后 没有用上任何的 任何的课程内容 对 但是还是有准备 比如说像那个 防弹背心啊 然后头盔啊 等等的 嗯 然后自己也有准备一些 医疗包这样子 就是会想说 我做最坏的打算 就如果真的有 大量流血的状况 嗯 呃 就是要怎么止血啊 这些的 就是其实随身都有 把那个包包 携带在身上这样子 要去哪里采购这些东西 要去哪里买防弹背心 哦 防弹背心的 这个就是有 可能是有管制的 所以其实在网络上 应该都查得到 也买得到啦 嗯 对 只是说它真的蛮重的 就是像我们的那个 防弹背心 大概就是 我们有两件背心嘛 就是文字记者跟摄影记者 然后 防弹背心 加上头盔 其实大概加起来 就有14公斤左右了 一个人吗 不是 就是两个人 加起来 两个人加起来 大概14公斤 所以我们有一个行李箱 就是专门准备 给头盔跟防弹背心的 行李箱这样子 就是专门一个行李箱 就只放这两样东西 对 然后就14公斤了 对 之前 之前去之前 也是有练一下身体 因为想说 啊 如果到时候跑不动 怎么办呢 就是怕会变成 累赘这样子 练身体 所以去健身跑步吗 之类的 对 那你说那个包扎的那些医疗器材 包含什么啊 就是比如说有一些大量流血的话 他们有一种止血带 对 那那个止血带就是专门在医疗使用的 其实也蛮简单的 那也没有到很贵这样 所以是有带那些止血带啊 等等的 对 那你真的是有准备说 如果受伤了要自己替自己包扎这样 对 或是替别人包扎这样 我看那时候你那个照片 就是去受训的那个照片 看起来真的 这个训练还蛮扎实的 都有学到这样 对对对 谢谢公共电视 那你们去 就是这一次去 我们都在新闻里面看到说 乌克兰啊 在发生战争啊 就觉得好像离我们很近 但其实是很远 这个路程其实是非常辛苦的 对吗 对 因为像乌克兰 它处于战争时期嘛 所以它是关闭航空的 它的航空是禁止民航飞机 就是飞越他们的航空领域 所以我们不能坐飞机到抵达乌克兰 我们只能就是先到波兰 就是我们要先到奥地利维也纳 转机到波兰的华沙 对 我们是从华沙进入这样子 从华沙就是做客运 然后进入到就是乌克兰 所以大概这样子零零总总 再加上边境要检查的时间 其实大概就是一趟就要花 大概32小时到35小时 你是说单趟就是从台湾一直去到基辅吗 对 这个只有算交通的行程 就还没有算其他 比如说等待签证的时间啦 等等的 对 就是如果只是交通行程的话 大概就是32到35小时之间 我看今年好像2月的时候 拜登也有去 然后他是坐火车 对吗 那你们为什么会选择搭客运 而不是搭火车 就是当地人跟我们说 大概都要两个礼拜前就先订好位置 可是因为我们的行程没有办法按表操客 就是变数会很大 所以如果我们买了火车票 但是如果没有坐上的话 就是也是一笔费用 然后也很浪费 这个也不便宜这样子 对所以我们就想说 那我们就是直接到当地再买客运 就是现场买 因为客运是每一天都有的 对 所以就是这样子的选择考量 那单程坐客运要多久 大概就是14到16小时 因为乌克兰他很大嘛 他大概国土面积是台湾的16倍左右大 对他也是欧洲最大的一个国家 对所以他本来国土就很大了 所以他交通时间本来就要很长 就算他飙车 就是乌克兰可以飙到130 但是呢 他还是要很久的时间 哦那跟你们一起搭车 车子上还有其他乘客吗 对大概就是七成满左右 那我就发现到就是那个 乌克兰人其实都很熟门熟路 他们都是一个人就是定一个位置 可是他们的旁边绝对不会有人坐 就是因为他们知道说 在十几个小时的车程里面 他们就可以平躺在两个位置 就可以平躺着睡啊休息啊 所以是很很方便的 然后像我们就是傻傻的 所以我跟摄影的位置就是定在一起 所以我们就非常的拥挤这样子 然后还带一大堆行李这样 对对对 所以就是也是蛮麻烦的啦 那你们去到乌克兰 他是可以从波兰镜到乌克兰 他是可以自由进入的吗 乌克兰现在没有办法自由进入 你还是要 如果是外国人的话 你就要申请这个签证嘛 那是看你去哪一个国家申请了 对因为如果像台湾就没有乌克兰的办事处 或者是没有领事馆 那我们就要到附近的国家去办签证 那如果你的国家有 当然就可以在当地就办签证这样子 对但不论怎么样 他现在的审核都是有一些严格的 也就是说你要必须要提出 你为什么要到乌克兰的证明 你的目的是什么 是有人邀请你嘛 或是等等的 你总是要一个坐保的人这样子 或是坐保的机构或单位 所以你们是以采访的名义进去的 对然后我们也是有取得一些 就是当地的国会议员给我们的邀请函啊等等的 对有个正大光明的理由 那这次去乌克兰拜访了哪些城市 其实基辅就是他们的首都嘛 所以是一定会去的 那因为他们很大 所以是一个基辅州 基辅州底下还有好几个城市 那我们是有去基辅州底下的布查市 发生那个大屠杀事件的布查市 还有他隔壁的伊尔平市 那又有去比较就是东部的州 叫做哈尔基辅州 那哈尔基辅州它的东边就是临近俄罗斯 它的边境就是跟俄罗斯是衔接在一起的 所以它是一个比较危险的城市 那它也是乌克兰的第二大城市 对所以是有到这两个大州 所以你有经历到危险的枪林弹雨的状况吗 其实没有耶 就是目前都已经收复的差不多 那唯一的战线就是在比较东部的顿内克斯 然后还有比较南部的奥德萨 那我们是没有去到这两个大城市 所以我们去到的地方都是比较是 就是已经都收复了 在重建的过程 对对对 其实你进到那个城市里面 你不仔细看 你很难去察觉说 这是一个处在战争时期的国家 因为他们其实市容都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 除非真的是全毁的那种大楼 或者是建筑物 你才会知道说 原来这个可能是被战争攻击的地方 但其实已经非常非常少了 当然就是随处可见的一些木兵广告 其实他们军人的木兵广告 就是真的是随处可见 所以你才能从这一些蛛丝马迹当中 才知道说 他们还是一个战争时期的国家 所以其实是当地的生活 是已经接近恢复正常 就是正常上班上课的状态 对对对 然后餐厅啊什么的都 也是歌舞升平的状态 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差异 当然他们有宵禁 就是大概12点 就是宵禁就不能够出门 对那可能东部的城市会 宵禁的时间会更早 比如说可能10点11点 你就不能就不能外出 甚至我们去住的饭店 他会跟你说 就是晚上最晚的check in时间 就是晚上10点 那你如果要10点以后才check in的话 他有可能是不收你 所以宵禁的状态 他就是整个城市就会变得很安静 对就一般人你是不能够出门的 你只能待在室内 所以你就没有出去了 晚上的时候 其实记者还是可以出去 因为我们有申请那个记者证 还是 对 但是因为像我们去那个哈尔基夫州 你出去其实就是一片黑暗 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电力系统 他们要省电 因为那个二军会攻击他们的电力系统 那他们当然有修复了 可是可能没有修复的那么好 然后他们也想要省着用 所以他们在晚上的时候 其实你只要天一暗 整个城市其实就非常的暗 对 那当然第二个也是可能战略的考量 如果你有一些地方 如果你亮亮的 你就很容易成为攻击的目标 所以他们整个城市 其实就是抹黑的一个城市 所以你出去 你出去其实你也叫不到车 所以你出去除非你有一个很明确的采访目标 或是采访单位能够带着你 否则你其实出去耶 也拍不到什么啦 说真的是 因为就是一片黑 那吃东西呢 在那边吃东西都还方便吗 吃东西都蛮方便的 他们其实有很多干嘛店 就是台湾的那种 他们是超市 可是他们超市就很小 很像我们以前台湾的那种干嘛店 就一间小小小小的 然后遍布在各个城市的各个角落 食材啦 什么都有这样都买得到 对对对 你如果想要去买一些比较好的食材 或是比较多的食材 那你可能要到大一点的超市 可是基本上 这种超市 大大小小的超市 是遍布在城市的各个地方的 可是我看他那个新闻报导 外电新闻报导 不是说那 就即便是基辅这样的 就是首都 他还是有时候会被炮击 就是有时候会有空袭 不是吗 对 其实每一天都会有空袭警报 也不分昼夜 那我们比较幸运的是 就是要么就是在我们去之前有 要么就是在我们离开之后才有 所以我们没有真的遇到 就是真正击中 我们附近的状态 只有空袭警报这样子 那听到空袭警报 当地人现在目前的反应是怎么样 当地人就是像 就是听空袭警报 就像听BGM一样你知道吗 就是已经完全 就是他就是一个背景音 但是他完全不会去在意他 他也不会去躲了 完全不会 大家就是你聊天的聊天 吃饭的吃饭 遛狗的遛狗 对就是大家仿佛没有听到 空袭警报的声音 就是如此 你在做什么 就依然在做什么 所以如果我们就是反应太大 惊慌失措 可能可能还会比较奇怪 可能反而是很奇怪的 就是大家会觉得 就是这个就是每天都会有的一件事情 那慧文刚提到就是 你们这次去了伊尔平 然后去了布查镇 布查镇就是之前发生过一个 很大的屠杀事件 就是二军入侵之后 在那边屠杀了很多平民 然后那时候就是 其实国际新闻都有一些报道 然后也访问了 就是经历过这些残酷事件的人民 然后我看着 好像还有人带你回到他们的家 对不对 就是已经都被摧毁的家 然后也有摄影师 就是躲在房子里面 就是拍摄二军入侵的经过 然后那个摄影师本身 他也被二军抓走了 然后有一些行求 对吗 然后还有 其实还看到了很多故事 都还蛮令人感动 还有战地记者的故事 然后医生在那个医师袍外面 穿上军服的这个故事 这里面有哪些人 是让你觉得特别印象深刻的 其实我这一次的主题 就是城市应战 也就是说 我并不专注在报道那些 在战场上前线发生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战场前线的事情 我们大概都能够想象 那可是在城市里面 有很多的人 比如说医生他会发生什么事情 消防员他面临什么事情 老师还能上课吗 学生还能上课吗 然后比如说动物园的动物 怎么办 对那国会议员 我们的地方首长 这些民选出来的首长 当你的城市民众 都已经逃离的时候 请问你作为一世之长 你要干嘛 难不成你也跟着逃吗 或者是你没事可做吗 所以我其实是很好奇这些人 他到底在做什么 就是那些没有办法捂刀弄枪的人 然后又留下来的人 他面临了什么问题 然后他在做什么 对所以这些人 其实每一个都很印象深刻 但就是刚才有听到说 一个70岁的摄影师 他就是一个老爷爷 那他就只是拍了一个影片而已 然后上传到YouTube上 那种影片的内容就是 俄军拿着枪坐在坦克车上 然后开进他住的小镇里面 那他就被抓走了 所以俄军是看到他 上传的影片之后去找他 是的 当然这步伐可能也是 因为他有两间房子嘛 在报道里面没有特别的题 但是他其实有两间房子 所以俄军可以在那么快的时间 短的时间内就找到他 其实就是有人出卖他 对甚至俄军怎么可能去搜寻 这么多的影片而来找到 他们要打仗了 还有空去YouTube找影片 所以一定是有人就是通风炮 举报 对因为他住的地方是很东边的城镇 所以那边的人都是很支持俄罗斯的人 对那他们其实讲俄语 就跟我们讲台语一样 是非常普遍的 就是两个语言国语台语 是可以切换着使用 那对他们来讲也是 那甚至有些地方东部的城镇 他们俄语就是他们的母语 他被抓走了 所以就可以知道他可能 就是被他的朋友出卖 或者是被当地人出卖 所以就被抓走 那像他这样 他就是一个普通的爷爷 毫无杀伤力这样子 他也不是一个就是什么专业 拍纪录片的记者 对对对 他也不是个多知名的摄影师 或是什么 对 但他就是因为这样被抓走 然后 但是他比较幸运的是 他有被释放出来 因为乌军收复了他所在的地方 所以他有被释放出来 可是像很多像乌克兰 很多人是像他这样 被俄军有目的性的抓走 从此下落不明 那至于为什么要挑选这些人 其实我们报道里面有讲 可以再去多看看 就是他们除了 食子在打仗之外 他们也在做这种心理战 对 其实我印象深刻 有很多 其实就是报道里面 没有讲到的一些人 当然因为报道 大家都可以看到 我可以分享一些 就是报道之外的 对 比如说我们在伊尔平市里面 就是我会问一些居民啊 或者是一些朋友 就说 你手机里面 有没有当时拍的一些 俄军占领的画面 那可不可以提供给我们 放在报道里面使用 那像在伊尔平市的时候 其实这些居民就说 本来手机都有拍 可是因为俄军占领的时候 他就是拿着枪 抵着你的头 叫你一张一张的删掉 所以他们就只能删掉 所以他们没有留下 很多人是没有留下手机 手机里面没有任何的证据 说俄军有占领过 那我们报道里面 有一些影片 是因为这些人 这些居民 他可能及时撤离了 逃走了 然后他再回来 就拍 或者是他们及时的 上传到云端 或社群也删不掉了 所以俄军不知道 所以他们才有留下来 那有一些是说 其实真正在做事的人 比如说那个医生 他其实提供的这些影片 有很多也不是他拍的 而是他朋友拍的 然后都传给他 那时候大家都在做事情 根本没有人 没有时间 就是拍下 自己到底在做什么事情 或者自己遭遇了什么 对 所以这些当下的影片 其实都很珍贵 那这整趟下来 就是除了接触到这么多 我们可能平常都不会 接触到的人之外 有没有什么事情 是让你特别经历过 跟这些人聊过之后 给你对于战争的这个想法 有一些改变的 或者是启发 其实乌克兰人 他们都跟我们说 分享说 他们从来不觉得 俄罗斯会全面入侵 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 早在2014年 克里米亚的时候 就已经有了 可是他们总觉得 那就是一个部分的地区 就是一个地方这样子 对 俄罗斯不可能会全面入侵 伤害乌克兰 整个国家主权的战争 是不会发生的 可是就是还是发生了 所以他们还说 其实他们在战争之前 新闻媒体都说 不会有战争 所以他们都说 我们都被新闻媒体骗了 其实是有战争 普丁就是 那个俄罗斯的领导人普丁 他也从来不敢大拉拉的说 我要入侵你 他是说 特别军事行动 他是用这个词 所以我觉得 就是反过来 看台湾的状况 其实很有趣 我们的隔壁邻居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主席习近平 他已经多次在公开场合说 他们不会放弃 无力犯台 对 那这两年来 其实每一天 共击都光临台湾 可是台湾人 还是觉得 不会发生战争 跟他们是完全不一样 他们是因为 没有人说要入侵 乌克兰 没有人说要打乌克兰 可是这件事情 却发生了 可是我们是相反的 就是我们的隔壁邻居 一直告诉我们说 武力犯台 一直是他们的选项之一 可是我们从来 不觉得有战争 然后我们的新闻媒体 或者是说 我们的一些政治人物 如果说国防军事的议题 或者是说 新闻媒体要报导 这些国防军事的议题的时候 或者两岸战争的时候 就说是在刺激对方 对 你是在挑衅 可能本来没什么事的 都被你说的有事情 对 那就是蛮有趣 因为他们乌克兰人觉得 他们的乌克兰媒体 没有尽到责任 可是台湾媒体 如果这样说的话 其实是会被说是挑衅 那你在采访的过程中 应该也听到很多人说 你们台湾跟我们差不多 你们要小心之类的话吗 其实当然有 他们也会说 你们要趁着 可以准备的时候 好好的准备 该准备的事情 准备什么 就是你可以帮我们讲几样 就是说 当然我们不要讲说 就是军事的国防战力的准备 而是说我们一般民众 应该要有什么样的准备呢 其实当你看这边报导的时候 我刚才就说 比如说消防员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就可以好好的想一想 那我们台湾的消防设备 消防人员是不是够的 我们的医院 有没有办法在断水断电之下 还能够独立运作 比如说我们老师学生 在学校里面怎么办 对 他们我们其实没有避难室 那他们其实 我报道里面都有说 他们其实已经做了很多的因应跟准备了 其实看到他们面临的状况 就可以想到台湾其实有很多事情 是没有准备好的 对 那记者呢 记者要做什么准备 对 这次也有特别访问战地记者 就是一个是乌克兰 叫基辅独立报的一个总编辑 奥尔甲 去访问他就是因为 我也不知道说当战争发生的时候 记者要怎么做 对 因为你报道的 你的战地就是你的国家 你如何客观 你如何中理 你如何不带情绪性的 去写下你的内容 其实是有点难想象的 可是这个奥尔甲总编辑 他非常的坚定的说 新闻记者 他是记者 他不是公关 他不是国防部的发言人 对 所以当你在非常时期的时候 你不能说因为 这个是伤害国家形象 这是有损国家形象的内容 这个暗黑面 等到以后战争结束之后 再报道好了 现在我们国家处在战争期间 我们不能够讲国家的坏话 所以他战争期间 他也去揭蔽 对 所以他们其实的报道里面 有一些报道 是调查性的报道 都是在讲国家发生的一些 虐待啊 贪腐的事情 在军中发生的事情 所以他们其实 我觉得很勇敢 那一方面是很勇敢 他们勇敢的捍卫了 自己新闻记者的身份 他们在 就是推特 现在不叫推特 叫X 他们在上面就是发文说 伤害国家的 并不是新闻报道 而是这些贪腐的人 这些虐待的人 他们的言行举止 伤害了国家 所以媒体报道这些事情 并不会伤害国家形象 反而是要告诉这些人说 我们国家不容许 这件事情发生 所以我觉得他 他的立场非常的坚定 这是我很印象深刻 因为其实台湾 因为政治色彩的关系 我们常常会有一些妥协 然后会觉得说 啊 这边的力道小一点啦 或是现在可能 什么政府已经很努力啦 或是什么的 我们就不要再 报道这么负面 或是这么敏感的事情 可是我们可能要想一下 我们到底是国家的发言人 大外宣的工具人 还是新闻记者 这样子 所以如果真的 万一台湾跟中国打起来的话 你也会跟你采访的 这个勇敢的记者一样 到前线去做采访吗 其实这个问题很有趣的是 你们其实不需要到前线啊 因为已经发生战争了 这么无可避免的 我们就在 战地了 我们就已经在战地了 而且台湾又那么小 哪有什么前线 不前线资本 反正不会跑 就是会继续坚守岗位 你也跑不掉的 好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 慧恩来跟我们分享 这一段很难得的 乌克兰经验 当然就是 像慧恩讲的 就是我们 居安思维 在这个成平的时代 让面临一个 这么大的威胁的时候 其实看看别人的做法 其实是给我们更多 可以准备的空间 对 这个报道并不是要 吓唬大家 是说 其实我们不用为明天忧虑 可是我们要为雨绸磨 就是在可以做准备的时候 好好的准备 包含心理上的准备 好 谢谢 谢谢慧恩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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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